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主来了是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从Karen的见证 我们看到 神是如何修补 她最紧张的家庭关系 如何令她的家人认识福音 今次回来我们看看 神如何在Karen的健康和事业上作功 让她忘记过去的失败 积极侍奉去过神所喜悦的生活 在她的女儿反叛旗的时候 Karen身心俱疲 连自己身体都出现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摺疑连三地考验她的信心 一吵就一定是不好的 是的 那时候会不会令你每天一睡起 就已经是整个人都很抽搐 或者人觉得很不碰 会的 其实每晚都失眠 睡不着觉 因为她一回来 我都很担心她 不知道她跟什么人在一起 是 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所以其实真的瞎瞎看着天花板 睡不着觉 个人很潮水 身体也很差 对 身体也很差 整天回到公司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又要上班 是的 是的 很仿佛的个人 你什么时候发觉自己身体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需要看医生 其实我知道一向我是有预线增生的 是的 有预线增生 我没有怎么理它 试过就 可能有一次我就去上堂 即是有个课程去上堂 上完回来就晚上睡觉 突然间那个胸子就肿得很大 那我就突然是一边的 那我就以为自己是睡得不好 窄到而导致到肿 那以为很小意思 那结果就不行了 第二天都痛得很厉害 即是肿得很厉害 加上你近期 就是那段时间那个情绪又很激动 是的 更加最喜欢的了 一不开心那些不坏的细胞就出来了 屈住屈住 就是医生就说 他通常如果你不开心屈住 就会有很多女性病就会爆出来了 就影响了健康 是的 就影响了健康 那那时候怎么办 没有的 在医院就等着了手术 做完手术 撤除了一些组织 就唯有扔报告 扔报告那段期间是很漫长的 即是你真的觉得自己人生 好像在完毅边的 心死迷睹 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那段时间女儿也会来探望 是的 她也有来医院探望 但是可能打个弯就走了 在信仰上有没有寻求协助呢 譬如可能回教会 会 主来的弟兄姊妹 和大家同心合意一起祷告 为你这件事 是的 那时候医院的牧师 那些院士 还有教会的姊妹 都来探望我 还有帮我为这件事祷告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的心底里 怎样跟阿爸父说 都 怎样出手去帮你呢 是的 唯有求神去赐给我的健康 因为我的小朋友 就有一个小朋友比女儿还小 希望她带领前面的路 那你觉得当时 神有没有听你祷告呢 有的 有的 是的 那你每次祷告疑完之后 其实心是会舒服一点的 是的 其实会有那种平安的 那种力量 你没有经历过 是不明白的 那种力量是可以帮你去 克服任何困难 没错 是的 大家报告那段期间来说 就是 因为你只有两个结果 一日有事 一日没有事 是的 那段期间里面 你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你除了祈祷 你什么都做不到 那我每天就会去做运动 去依靠神 望着天去祈祷 求神去带领 求神去保守自己 希望这件事是大步纏过的 当每次祈祷完之后 自己是有那种平安的 是的 你不会说纯粹是恐惧 或者是担心 这样子 那其他肚子之下 就会有那种平安 Karen在事业上经历过 被拍档握走资金走路 被员工出卖 甚至在沙士的时候生意低潮 都是凭她的勇气和实降精神 一一化解 而当初和朋友回教会的Karen 去教会都只是给面派对 你最初是谁带你信耶稣 或者是你怎样去接触耶稣 我也是一个朋友 他最初带我去信耶稣 最初来说 其实我自己是不太信的 他很热情 你知道我们很多基徒都很热情 我便给他面子 最初给他面子 我第一次去 去了那间金钟的叫做广福堂 当时有很多明星 有很多名人在那里找我 我一直在想 其实为何那么多人会信耶稣 初初都不明白 而去了几次之后 我都觉得都是给面派对去教会 最初都是给面派对 对 给面派对 当应酬去 你都知道要奉献 最初奉献的时候 其实很坏的 我在想 哇 其实这些又捐钱的 会不会骗钱的 是的 就是会有这样的念头 去想这件事 那时候是 偶尔回来 还有我那个姐妹 其实因为我以为基徒 很多都想煮是很好的 但有时候都不是一定的 是的 都不是一定的 有时候我见她的见证 一个不是很好的见证 她都会暂时爆发粗口 是的 即是很失见证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和你回教会 你也是这样的 所以初初我就不会 没有很虔诚地回教会 你做生意的 那在生意的事业上 有没有一些冲击 令你真的要求神 又要求神 去带领你祝福这件事 迎人而解 看这些困难呢 有没有遇过困难呢 也有的 也有的 是的 初初我们的同事 他们都会在公司拜神 就是初初开始那段时间 就算我信主那段时间 他们都会在公司拜神 现在当然不让他们拜 是吗 在我信主那段时间里 都经历了一些事情 就是初初我去到 你信主也不是一下子 你立刻会信 始终很多东西 你是见不到的 你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 都是要经历 你才会信 Karen口中的意外 是当时写字楼因为滲水装修 期间跌了枪下街 而她因为太害怕 即时离开现场 警方拘捕了负责的盘头 期间Karen征诚过律师 可能会被刑事检控 也因为没有买保险 可能面对巨额赔偿 真是遇到这件事 你就怎样跟神说 你心里面 如果你真是有这些真是神的话 如果这件事令到我大附近 我就会决定相信你 那结果就… 神有没有英运你呢? 那件事就… 因为除了祈祷 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有些姐妹就帮我一起祈祷 我其实正在等 等她出告票 等到第三天 还没有消息 我就主动去问 主动去问 究竟我扎了什么人 那我楼下的保障 就告诉我 那一块玻璃飞了来 就是炸到隔离的管理署 管理署有个… 管理署有个管理员 对,有个职员 有个管理员 那我就拿了她的电话 那于是就去医院探她 那当你去医院去找那个伤者的时候 那伤者怎么跟你说呢? 那我第一时间进去 我就说对不住 我说真的很对不住先生 我们不是有心的 总之所有的医疗费 所有的东西 我都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伤者就说 小姐你要去还神 那她就告诉我 她就帮她 刚刚在耳朵边摄下去 在肩膀上 就缝了十三针 肩膀缝了十三针 对,肩膀缝了十三针 那我就跟她说 我们解释了整件事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对,于是就探了她之后 接着我就打算过两天再去探她 今天我去探 那时候来说已经出院了 那我就… 出院了 有没有追究呢? 对,我正在等 就是我在等 我等一定有传票 一定有告票 因为我又没有买到保院 一直等一等 等到就… 等了一年 都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对 接着那件事到现在就不了了之 那就是不幸中之大行 是的 那她又没有告你 没有告我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一定是神出手 一定是神的 真是神很听你的土地 真是神很大祝福 那一刻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典 当初来说 这是一个事故 是一件很坏的事 但是也想不到 这个经历 其实也是带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 第一个祝福 就是给了一位很好 很负责人的先生我 另外来说 神也透过这件事 令到我去到祂面前 令到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这是一位实实实实实的神 因为这件事 也令到我去到祂面前 而导致我今天有这个丰盛的人生